我在公关公司担任执行长的时候 曾十分看好团队中的一个业务员 就叫他致敏好了 我就致敏不管是积极度跟能力都很优秀 但几个月下来我发现 多数业务员都有持续成交新的案件 但他的成交量居然是零 连一个案子都没有谈下来 致敏的情况让我有些担心 一个我认为蛮有潜力的业务员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我仔细的查看他的每日报表 跟各项数据 然后我就发现问题了 致敏虽然工作很认真 每天都有花时间打陌生开发电话 客户的预约量跟拜访量也都很高 但就是无法成交 所以状况其实很明显 就是他无法跟客户进行有效的沟通 所以我就约了他的业务主管 专程陪他一起去逐科拜访客户 有个致敏负责主讲 我跟业务主管就在旁门听 我们很快就发现 他有一直想要说服客户的习惯 在整个洽谈的过程中 他一共打断客户讲话八次 而且从头到尾都在试图说服客户 从公司介绍讲到产品介绍 再讲到产业分析 根本就是在发表个人演说 整个过程中 致敏主问了客户两个问题 当客户好不能有机会表达意见的时候 话都还没有说完 他要给他抢话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客户的脸色都变了 那回到公司之后呢 我们就把洽谈时录音档案播给他听 听完之后我就问他 你感觉自己这是跟客户洽谈的表现怎么样 他居然有点得意又很有自信的说 我觉得自己讲的不错 而且该讲的都有讲到 除非其他家的报价比我们便宜 否则应该是有机会成交 我听完之后就把笑容收起来 然后十分严肃的告诉他说 致敏 这个案子基本上已经搞砸了 但并不是因为其他家的报价比我们便宜 而是你把客户给得罪了 从头到尾你都一直在试图说服客户购买产品 还一直强话强个不停 你了解客户的需求吗 你知道他对你有哪些担心或疑虑吗 你有看出你只要再多讲两分钟 客户可能就会当场翻脸吗 知名这个时候才意识到他自己的问题 但幸好他的学习态度也很好 所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跟培训之后 业绩就开始有起色 也提升到应有的水准了 那次事件让我开始观察到一个现象 就是很多各行各业的业务员 都以为他们的工作是要说服客户购买产品 事实上我发现业绩不好的业务员有两种类型 而且都跟说服有关 第一种业绩不好的业务员是属于消极类型的 他们不太喜欢去说服顾客购买产品 他们觉得有产品跟价格就这个样子 要买就来不买就拉倒 当顾客正在犹豫要不要买 说想要再考虑一下的时候 消极的业务员会马上说 没问题你回去慢慢考虑 有需要的话再跟我说 他甚至连说服顾客的意愿都没有 消极的业务员之所以这么不喜欢说服顾客 是因为他们自己也不喜欢被其他的业务员强迫推销 所以当顾客说要再考虑一下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在进一步去说服顾客购买产品的话 就是一种强迫推销的形式 而这连他们自己都无法接受 所以才导致他们如此消极 而另一种业绩不好的业务员 是属于积极类型的 他们很乐于长篇大论的跟客户介绍产品 因为他们认为唯有积极的说服顾客购买产品 才有成交的机会 所以积极的想要说服顾客购买产品的业务员 刚好是消极业务员最讨厌的类型 这也是他们的业绩都这么糟的根本原因 因为他们都抓错重点了 大部分的潜在顾客确实都不喜欢被推销 也不喜欢被说服的感觉 但都渴望被关怀 只要是人都有被关怀的渴望 而且只要你能适度的表达对顾客的关怀 就不会让他们觉得 你就只是另一个想要来推销产品的业务员了 所以要怎么做才能有效的表达对顾客的关怀呢 我首先你要先对顾客感兴趣 他遇到了什么问题 需要哪方面的协助 最在乎的事情是什么 为什么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想要今天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你要先能真诚的对待顾客 才能对他们感兴趣 而且业务做久了都知道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客户 就很难把东西卖出去 因为不管你笑得多灿烂 多没有礼貌 你的举动多少都会透露出 你对客户的负面感觉 而且他们是能觉察到你的想法的 我相信你有过业务员 对你感觉不友善的经验 你会跟一个不喜欢你 你也不喜欢他的人买东西吗 我当然是不会 所以要怎么做 才能真诚的对待每一个顾客呢 我有个方法很简单 就是要把每一个潜在顾客 都当成恩人来对待 要知道付你薪水的人 不是会计 不是老板 更不是公司的股东 而是那些因为相信你 也愿意掏钱出来给你的顾客 让我们有吃穿 可以缴房贷 也让孩子可以上大学的人 不都是我们的恩人吗 所以当恩人有困难的时候 不都应该要两肋插刀来 帮助他解决问题吗 所以重点从来都不是你的产品 也不是优惠的方案 更不是你的说服技巧 而是你能不能解决问题 而且现在的客户已经跟以前很不一样了 他们见过的业务员多如牛毛 往往很轻易的就能看穿业务员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 如果你不是真心的为他们着想 他们马上就可以感受到的 所以不要再去说服顾客购买产品 也不要因为害怕自己会强迫推销对方 而什么都不做 你真正需要做的是提升自己的销售技巧 用客户容易接受的方式 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所以如果你想学会更多 超级业务的销售技巧的话 我的公开班课程 TopSubs销售成功营 要来帮助你在90天内提高30%的业绩 这是我独创的教学技巧 将坚慎难懂的销售理论 用最简单的方式引导 让你一听就懂 一学就会 并通过大量的案例说明 也让学员进行角色扮演 实际的将知识也认为熟悉的技巧 让你可以现学现用 为自己创造更高的业绩 那我们来听听看 参与过的学员怎么说吧 上完这个课我觉得收获满满 为什么 只要你是业务朋友 一定会有很多客户丢给你的问题 那你如何去处理好 然后把客户服务到满意 我觉得这是非常的关键 而且最主要的话 老师在教的是一些 就是针对客户 他内心如何真正去服务好客户的一个方法 然后解决客户真正的心中的问题 那我觉得在这边你可以收获很多 而且整个CP值非常高 因为我上很多老师的课 投资自己的大脑已经快投资了100万的课程了 那我在这边我觉得忠心的推荐企业组业务各个方面的领域的人都可以来上 完全可能超乎我的想象 我真的得到非常多的东西 然后上课内容老师也非常有条理 在这里是很诚挚的推荐给所有想要让自己变强的各行各业的人 爱可老师提供给我非常多的技巧 也帮助了非常多 销售的过程中遇到太多客户的疑虑 那我们都没有解决到 那我们今天来上课之后 我可以更加了解客户有哪些疑虑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去处理这些事情 我非常推荐大家来上课一定要来喔 台中班在2月19号礼拜六只剩下4个名额 高雄班在3月19号礼拜六只剩下24个名额 台北班在3月26号只剩下26个名额 而且课程只会涨价不会降价 而且我不能保证课程一直都会是现在的价格 如果你是认真的想要投入业务销售这个领域的话 请尽早投资自己 趁现在还没有恢复原价的时候 赶快投资自己的赚钱技能 而且你知道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最大的损失是什么吗 不是课程的费用 不是买错东西 也不是投资失利 而是没有赚到你应该要赚到的钱 如果你能精通销售技巧跟成交的技术 每5个案子你能签下3笔甚至是4笔 你每个月应该能多赚到好几十万 甚至是上百万的销售奖金 而不是现在每个月的几万块钱 所以你每个月都因为缺乏业务销售的技巧 每个月都没有赚到 你应该要能赚到几十万的销售奖金 每年就是好几百万 甚至是上千万的损失 这个才是最恐怖的亏损 你没有赚到应该要赚到的钱 所以要尽早投资自己 尤其是投资在自己的脑袋 跟赚钱的能力 没有任何一只股票的投资报酬率 比投资在你自己身上还更高的了 那我们就客团上见啰 拜拜 拜拜